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诗说节目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探讨一个话题 那就是性格 今天我们将来探讨一下 不同性格的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应该考虑些什么问题 到底什么是好工作 适合自己的 我认为就是好工作 不能够说挣钱最多的就是好工作 一定是适合自己的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 像一个打油室一样的东西 他说什么叫好工作 说好工作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 位高权重责任轻 睡觉睡到自然醒 数钱数到手抽筋 哎呦这可真是一样好工作 天哪去哪里找这样的好工作呢 但是即便是这样也必定是最好的工作 假如这工作并不符合你的兴趣呢 他依然很挣钱很多 依然事很少 依然离家很近 职位很高 责任很轻 数钱数到手抽筋 但他给你的兴趣爱好一点都不搭接 甚至是一件特别不愿意干这样的一类事情 各位 工作舒不舒服很重要啊 我们一天当中一个白天都在工作状态 这工作好不好符合不符合我的心意 它太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幸福度了 比方说我们分别来说 像红色性格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工作最适合他呢 我想美国将军巴顿 您一定都有印象 巴顿将军是典型的红颜色的人 我记得看一本书 巴顿的兄弟当中有七个兄弟 没有女孩子 就是兄弟七个人 妈妈带着七个人自然是很辛苦 有一天邻居的阿姨说 巴顿妈妈 我看你好辛苦啊 巴顿妈妈说了 是啊 虽然我有七个孩子 但是如果没有巴顿的话 我还可以再要七个 你就知道巴顿这个红色孩子 是多么的难带 多么的累人 最辛苦的带红色的孩子 因为他会不断地提要求 不断地给你闯祸 不断地有新的事物去发现 后来巴顿找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职业 他去当了兵 于是他会很轻松地做到元帅 做到一个领导人 做得非常好 如果巴顿将军不是因为去做军人 他必定今天这么出名 你信不信 比方说巴顿将军这样的人 我让他去做打字员 他会怎么样 我们让他做高级编辑 做教队 他会怎么样 或者让他去做售后服务 做一个服务人员 服务于他人 他会怎么样 他要难受死了 这些事都不适合他 比方让他去做秘书 去看领导的脸色 上传下达 那就惨了 所以红色的这样的性格的人 要想符合自己的性格特点 兴趣特点 比方说 要选择那些冒险刺激的职业 军人这个职业 本身就是很冒险很刺激的 旅行家 新闻记者 也是很冒险很刺激的 做律师 都会比较适合他 做警察 与军人有关的事情 都会比较适合他 做营销也很好 当然做管理就应该更没问题 但是 如果做管理 他一定要经过 专业的管理训练 不然的话 他那份武断 他那份给压的感觉 会让他这个领导当不偿 这是红色性格的人 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选择自己最适合 就比方我们来说 拿孙悟空来举例子来说 孙悟空那样的一个人 一会都闲不住的 一定要找事情干的 而且有分量的事情 给我干才行 这样的人 你让他去当杂志员 你让他去做售后服务 天天跟客户打交道 处理善后工作 他就会认为 那事没分量 肯定不适合我 会非常非常的难过 浑身没有用武之地 去图书馆 你让孙悟空去当保管员 那就惨了 所以这个找什么样的工作 真的跟自己的性格 是有关系的 要选择让自己最喜欢 最舒服 红和黄都是外相 但是不同 黄色呢 这份力量弱了许多 它是宽泛性的 活泼的爱动的 崇尚浪漫的 一个很典型的人物代表 郑元杰 郑元杰是我们国家 很有名的童话大王 写了很多童话了 童话作品 目前它是保持在第一的 有一次一个记者 采访郑元杰 说郑元杰先生 您只属于成为今天 咱们国家第一号童话大王 您一定曾经付出了 很多的努力 告诉我一下 都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吃了什么样的苦 让我写出来 去教育更多的青少年 这是一个少年报的记者 郑元杰就满脸的困惑说 我好像没吃过什么苦 记者就在进一步的启发他 不会吧 我知道成功的人都很谦虚 其实你想 那么多的人 为什么人家成为不了童话大王 而您成为了 你一定吃过很多的苦 做过很多凡人做不到的努力 说一说吧 郑元杰说 我真的没有吃过 什么太多的苦 或太大的苦 我想如果说我成功的话 可能我取决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我找到了我的最佳才能区 他说我发现 如果一个人能够在自己最佳才能区里去工作 他能够很轻松的达到一流的水平 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他的最佳才能区里工作 他类似了最多也是个二流水平 或者三流水平 于是黄颜色的人 黄颜色性格的人 他本身就兴趣广泛 又崇尚浪漫 那就写这样的童话作品 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是很容易达到的 于是他成为了这样的 他还可以成为文学家 小说家 他甚至可以成为演讲家 现在我们看到郑元杰先生经常在电视里面出现 侃侃而谈 没有一点问题 他做老师 就是发挥他这个嘴巴的长处 站讲台 站舞台 选择这类的工作都没有问题 比方我们说 小燕子那样的人 那当老师一定是个好样的 站舞台 做演员 不管你是话剧演员 电影演员 还是电视剧演员 都会非常棒 只有这份潜质 那你说 只有黄颜色的人能当演员 我就不行吗 不是的 同等条件下 黄颜色的人天生就有很棒的模仿力 他会模仿得很快 就这份潜质 就像我们说 把这孩子送你学钢琴 老师收不收他呢 一定会去看他的天分 天分是不同的 当演员也是一样的 这个人就是天分不一样 他可以当演员 而且他会学得非常快 其他的人呢 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 于是当老师 当演员 当作家 做导游 去说 与嘴巴有关的事 公关部 公关部什么意思 要跟陌生人打交道 去公关的 由于黄颜色的人 没有陌生人的概念 我经常在超市里 见到这样的现象 一个家庭主妇在挑东西 另外一个家庭主妇过来了 他也非常想买这个东西 这个黄颜色的 就会很自然地打上话 大姐你好 我也想买这个品牌 但是没用过 我不知道怎么样 好用吗 您用过吗 哦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您 立刻一说两不说两个人 进超市的时候 谁也不认识谁 出超市的时候 已经非常熟悉了 我还见过最熟悉的呢 就进电梯的时候 谁也不认识谁 出电梯的时候 已经好得不得了 那个电梯门不让关 到了16楼 电梯门不让关 哎呀告诉你啊 我们家就几门几号 或者上我们家玩去 所以一个人要是能找到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呢 我特别轻轻松松就能做来 而且他能够很容易在这里边找到自己应该有的成就感 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一旦很容易的找到成就感 我就会更加努力的工作 我更加努力的工作 我的成就感就会更加高 更加强烈 于是我就会更加喜欢 于是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这个人你发现没有 有的人都愿意生长在单位 都不想回家 在家的关系可能搞不好 工作关系都搞得很好 很可能是他找的那份工作 正好符合他的性格特点 舒服啊 人就很怪啊 哪舒服在哪待着呀 就是这样 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以后 想让他去参加工作 尤其是考大学 报志愿的时候 说报哪 报了好了各位 如果报这个志愿 与他未来的工作非常相符合 他幸福一辈子 报志愿的时候就报偏了 一辈子都不幸福 就比方我们接着说猪八戒一样的 猪八戒这样的人 你能让他去当保密工作 秘书是需要保密的 当秘书行吗 去当最重要的这个保密局的工作 或者去当个保管员 一天到晚坐着轰动 我看着门看着东西 那猪八戒还不得疯了 可是你想想 假如猪八戒不小心找了一个这样的工作 他还要在那待一辈子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钱再多 他都不幸福 而且他的工作不幸福 一定会带到家庭里面去 他的夫妻问题一定会受到 夫妻关系一定会受到影响 既然他的亲子关系一定会受到影响 整个人都是不快乐的 性格与责业就这样的重要 根据不同的性格特征 张琴老师给红黄性格的人 设计了理想的职业规划 那么什么职业是蓝绿性格的人的最佳选择呢 我们再来看内向 蓝色和绿色 蓝色是稍微内向的那个人 细腻深刻感情丰富 一个很典型的人物代表是海言 海言写了很多的剧本 大家一定都很熟悉 海言自己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海言说我自己其实 编剧不算什么 我是一流的室内设计师 他搞这个酒店内部装潢啊 特别好 我们北京就有一家 我是二流的企业家 因为他是锦江集团的副总裁啊 我是三流的小说家 我是四流的编剧 虽然说我们都是通过编剧来认识了他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 海言的这四个事情 非常适合他的性格特点 也正因为非常符合他的性格特点 他才能够身兼数值 也正是因为这四件事情 都非常符合他的性格特点 他才能够把它都做这么棒 虽然编剧对于他来说 才是四流的水平 但是在我们大家心目当中 我们能说他是四流的水平吗 那绝对是一流的水平啊 为什么说适合他的性格 室内装饰 要做很多的设计 蓝颜色性格的人 细腻深刻稳重 他与线条会特别的敏感 做设计做策划 做企业策划 他都会非常的棒 第二他说他是二流的企业家 是的在企业家里边 如果能够当老总 又能够当副总的话 我想他的第一选择是副总 最适合他的应该是副总 他当起来会很舒服 如一得水 他说他是三流的小说家 四流的编剧 为什么会成为这么好的编剧 四流是他自己的谦虚 为什么 因为蓝颜色的人 那份多愁善感 那份感情丰富 让他一年写了八十万 喊言是不用电脑写作了 大家都知道哈 就用笔写的 一年八十万呢 我们抄一个试试看 比如自己想了 我们拿个八十万的东西 抄个八十万试试看 更不要说每天他有那么多的工作内容 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大量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都因为这四样活都非常符合他 所以他才能够干得这么好 于是 做参谋长 做副总 做秘书 做作家 还有就是做那些比较深刻的 比较抽象的他也很在行 比方说哲学家 比方说去学神学 学心理学 通常蓝颜色人学的好的比较多 他很容易进入 不适合干的 比方说办公室主任 这就不适合他 工会主席就不适合他 你说为了工作 当个工会主席 会不会当的 也会当 但一定不是他的兴趣所在 他不可能长久的这样去热闹着 去挥动着来 给大家好召一块去玩 去搞文体活动 长久的这样做 一定不是他的乐趣所在 也不是他的特长 再比方说 蓝颜色人让他去做节目主持人 偶尔做一次还行 作为职业可就惨了 绝对是 不一定舒服的 还有做公关接待 如果有很多的事情 是需要与陌生人打交道 他也依然是不在行的 他不太善于跟太多陌生人 去打交道 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唐僧 在这仕途私人当中 那个唐僧 你要他去做主持人 做电视主持人 那个惨了 那个就坏了 做办公室主任 做工会主席都不适合 他就是要去做一些 比较稳重的 线条相对单一的 又能够情感丰富的 把他的优势给用上 他才最舒服 最容易做到一流的水平 我们最后来看 绿色的人 我们在前面讲到过梁朝伟 对吧 这个绿色的柔柔的 慢慢的脾气特别好的人 他的工作一定不能够 线头太多 说你要完成这件事情 只要跟这个部门打交道 又要跟这个部门打交道 还要跟这个人打交道 还要跟这个人的 这个人打交道 这事绝对不适合 绿色的人来做 就不适合他 我发现很多绿色的人 跟这个宗教啊 佛学啊 很感兴趣 去学这个专业 他们可能会学的比较好 现实生活当中 我发现很多这样的人 再比方说 他们去做保密工作会怎么样 是会比较适合的 嘴巴最严的 现实生活当中 如果你想去绿颜色的人 套点什么画 你绝对套不来 他脸上经常是没有表情的 而且你也打听不出来的 甚至于他自己有什么事 你都问不出来 他脸上经常没有表情 比方你要说 我说你到底去没去啊 我没去 你到底去没去 我真的没去 我都看见你了 你还说你没去 你看见我了 我也是没去 脸上就能这样 他就能这样 他们做保密工作 就会做得很好 做保管 做自己的事情 比方做雕刻 做教队 做编辑 做医生 包括做打字员 还有做摄影 做摄影我发现 会特别好 各位你知道有个人 叫顾长卫有印象吗 我在猜想啊 顾长卫这个人 他的内心的幸福指数 一定很高 为什么 顾长卫第一 他选择的最初的职业是摄影 他一直跟着张艺谋 是说是负责摄影的 绿色人的嘴巴笨 但他心灵 思想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所以他的观察力是最好的 他能够把张艺谋的思想 用镜头 最大价值化的表现出来 于是他找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工作 第二呢 他找了一个最适合自己性格的妻子 蒋文立的妻子跟他绝对是相符合的 不久前又得了儿子 哎呀幸福死了 于是有一个自己的好工作 有一个自己的好妻子 又有了可爱的儿子 这个人的幸福指数不高才鬼呢 所以包括为什么今天 突然这个顾长卫 一名惊人 怎么惊人了 从来没当过导演 前两年当导演自己拍的第一部片子 孔雀就在国际上获了大奖 有很多导演一辈子都没获过奖啊 顾长卫第一次导演 导的第一部片子就获了国际大奖啊 都是源于他 以前这些铺垫做的多么的扎实 有一天崩登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一个人就这样 如果你找对了自己的职业 你放心 总有一天 会有自己 光芒万丈的那一天的 那但是这样的人 比方像沙盒上这样的人 没有话 又很腼腆 动不动就害羞 也别人说话的人 你如果让他去做一些 与陌生人打交道的事 就不合适 他就不合适去做推销 推销一定不是他的第一首选 而目前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太多的推销工作 他就不适合做推销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包括这个公关呢 什么办公室主任 还有什么这个文艺工作者 与他都不是很搭接的 看到这儿 我们不禁要问 按照张琴老师的说法 如果现在从事的工作 与自己性格不相符 那是否意味着 必须调整工作 才会有前途呢 最后我要声明一下 这个世界上 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么绝对 比方说我们说绿色的人 他绝对是不适合去当演员的 对吧 一个柔柔漫漫害羞的人 怎么能去当演员呢 可是你看辽朝伟 当得非常好 你看葛优也是绿色的人 他也当得很好 能够成为一代影帝 为什么 综合地考虑 比方向葛优 那因为他后面有一个 葛存壮这样的爸爸 他从小就生活在 电影人的人圈里边 他在这里边找到了 自己的感觉 再加上自己的勤奋 再加上他可以用 自己的风格去演绎 演绎角色 你会发现 在他的所有的这些 这个演的角色里边 都逃脱不了他自己的影子 他就演不成时光荣 你信不信 时光荣那种透彻 从里到位嘎嘎嘎的大笑的 你什么时候见过葛优那样过 就是他以他的风貌 去演绎着他所认为的角色 我们换句话说 比方说老总 企业老总 红黄蓝绿 其实都可以做企业老总 都可以做一把手 但是你会发现 他们做一把手的风貌不同 比方说 我们说导演吧 大家比较熟悉的 你像陈凯歌导演 他可以做导演 这个人当导演 就是铁手腕这样的样子的 你比方说李少洪 一个女性 有几分柔美 他也能做导演 也做得很好 那么多的片子都获奖 再比方刚才我们说的顾长卫 包括李安 李安是个非常内向 害羞的一个人 奥斯卡金像奖都得了 那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说我们 这个虽然说性格很重要 性格是很重要的 考虑的因素之一 但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因素 我们依然要全面来考虑到 我们内心的 我们的教育背景 我们的兴趣爱好 我们的性格 然后来选择自己的职业 让自己的幸福指数最大化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张锦老师的讲述给我们的启示是 不同的性格会有不同的职业爱好 在选择职业时 只有关注到自己的性格需求 才能让幸福指数最大化 那么在我们日常与他人交往的时候 如何做到知己知彼 达到沟通的最佳效果呢 请看下集 性格与沟通技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